全球最大规模的自由贸易协定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也就是所谓的RCEP 在1月1号这一天 已经在亚太15国正式生效了 好 生效当天呢 大陆各地连夜的赶发原产地的证书 就是为了让零关税的优惠 能够立刻直接反映 让当地企业的进出口贸易能受惠 RCEP生效第一天 上海发出第一张原产地证书 目的就是为让企业能够在进出口上 效率更高 也能享有部分货物零关税 RCEP协定证实生效以后 中国进口自日本的货物的关税水平 有25%将立刻降为零 最终有86%的日本货物的关税税率会降为零 深圳一家厂商从日本进口的第一批货物原料 因为关税优惠生效立即受惠 我们每年进口日本摩柴产品 1800多万美元 预计每年可以节省税费53万元 深圳这批原物料将使用在制作手机 相机等科技产品 在大陆当地生产之后 就会出口到其他会员国 因为零关税的优惠 生产成本大幅下降 一夜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其他成员国原产材料 均可视为本地的原产材料 使成员国间出口产品更容易达到享受关税优惠的门槛 RCEP目前有15个成员国 无论是从人口数量经济体量或是贸易总额来看 都占了全球总量的大约30% 其中RCEP生效当天 大陆和日本只有25%的货物比例立刻降为零关税 而和东协纽西兰 澳洲更有超过65%的货物降为零关税 未来渴望RCEP整体的零关税比例超过90% RCEP生效不但大大提升了亚太区域互相的投资增长 更让全球经贸形成北美 欧盟 亚太地区三组鼎立局势 同时对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贸易更形成直接威胁 记者刘嘉瑜综合报道 这一节全球现场我们来关心的是 全球各地都在庆祝新年 欧洲有很多大城市虽然取消了跨年的活动 但是像在法国巴黎的民众 还是挤爆了凯旋门 大家都是要来这个地方跨年的 因此专家现在很担心的是 疫情恐怕会再度扩散 因为法国的确诊病例居高不下 成为全球第六个破1000万人确诊的国家 至于在欧洲的部分 疫情也是持续拉警报 从疫情爆发以来 累计病例已经突破了1亿人 占全球病例超过三分之一 为了防堵疫情 法国巴黎取消香气的大盗烟火 但是民众还是挤爆凯旋门前倒数 换头钻动画面专家忧心 法国疫情恐怕再度扩散 法国当局二号通报过去24小时 新增21万9千多人确诊 连续四天染疫人数超过20万例 自疫情爆发以来 法国累计确诊人数达到 1019万1926例 成为全球第六个染疫人数 突破1000万大关的国家 跨年活动一波接一波 总统马克宏年末言说时 就曾表示 未来几周将会面临困境 根据统计欧洲自疫情爆发以来 累积病例突破1亿人 占全球病例超过三分之一 而英国英格兰地区在2022元旦之天 新增超过16.2万例确诊 不过这数字恐怕随着 耶诞跨年活动之后再次暴增 为了防夺Omicron变异株蔓延 以色列政府日前开放免疫力地下的 长者或是癌症患者 器官移植病人接种Z4G疫苗 但以色列竟有名孕妇 因为没有接种流感和新冠疫苗 竟同时感染新冠肺炎和流感 当地专家结合流感和冠状病毒 两个词形容这种双重感染 所信证明染疫孕妇并非重症 身体状况良好 数日后就能出院 就是中文综合报道 日本疫情的部分 在过年年假期间又回温了 因为东京都已经连续四天 单日新增确诊人数超过60例 在元旦当天也新增79例的确诊 这个数字是上周的两倍之多 至于在冲绳县的美军基地 在元旦当天也是暴增了 235例的确诊个案 创下了美军基地单日新高记录 而另外在冲绳县内 也有24例Omicron的确诊个案 冲绳县政府现在已经下达 感染扩大警报 日本迎接2022年 虽然没有烟火秀 但许多年轻人却聚集在 澀谷著名的十字路口上 激动的右脚右跳 庆祝新年的到来 虽然目前还不确定 澀谷的庆祝活动 会不会造成大型群聚感染 但是日本疫情 却已经在过年期间 有逐渐升温的趋势 冬天从12月29号开始 连续四天 每天新增人数都超过60例 元旦当天也有79例 是上周的两倍之多 大阪元旦当天也新增了有70例 比上周的22例多了三倍 至于冲城县的美军基地 在元旦当天 暴增235例确诊 创美军基地的单日新高记录 另外冲城县内也有24例 Omicron确诊病例 以及疑似感染 Omicron的病疫株 正在等待基因定序 结果的58名病患 冲城县政府也已经下达 感染扩大警报 用它限制死人以下 并避免密闭密集密切接触的场合 新年第一天 许多民众也按照惯例 一早就前往神社 双手核实 许下愿望 希望这场疫情能够早日结束 记者廖万宇报导 如果在搭乘飞机的途中 发现自己新冠肺炎确诊 该怎么办呢 带您看到这位是美国 有一名女老师 她从芝加哥搭机到了冰岛 为了不影响其他同班机的旅客 结果自己一个人 在狭小的飞机厕所当中 自我隔离了5个小时 美国密西根一名女教师 因为上传一支 在厕所隔离的影片爆红 短短几天 点阅人数就达400多万 眼镜滑落之鼻梁 仅戴三层口罩 高中老师弗丢 挤在狭载飞机厕所中 高举着手 向大家展示自己的隔离空间 她和家人从芝加哥搭机 要到冰岛过耶旦节 尽管做好做满防疫工作 但在登机后约一个小时 突然感到不适 在自行快晒检测出阳性后 弗丢立即告知空服人员 他们原本想给她一个 单独的隔离空间 不过却因为飞机上 人实在太多 移动反而增加感染几率的情况下 为了保护机上乘客 及自己的家人 最后她听从空服员的建议 决定待在机上的厕所 等待飞机降落 而在抵达冰岛后 弗丢随即前往防疫旅馆 隔离十天 却在这之间 曾在机上帮忙过她的空服员 跟送上耶当节礼物替她打气 令她相当感动 弗丢现在已经结束隔离 染疫噩梦 没有影响她和家人的欢度假期 但也意外成为新网红 记者谢海宇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试图转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敏